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你不要看今年美股涨这么多 还是有赔钱的 而且还是知名人士 知名的ETF的操盘人 ARKK的操盘人 Cathleen Wood 人称木头姐的伍德 他的ARKK这档旗舰的ETF 今年是跌12% 可是标准PRO500指数 最近连续涨7天 创下今年来最长的波段涨势之外 这个是创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标准PRO500指数涨了17% 可是你看这个ARKK跌了12% 去年ARKK表现不错 全年报酬大概差不多68%了 但今年是完全走样 所以伍德最近压力很大 他就给投资人发了封信 因为投资人大概非常抱怨他 他说只要利率开始下降 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要等鲍尔 鲍尔大哥 拜托你救我 是这样吗 他说如果通膨跟利率确实低于预期 就会像去年开始的时候一样 他说这会给专注于真正颠覆性创新的股票 带来不成比例的回报 他意思就是说 我是真正专注于颠覆性创新股票的投资人 我是这样子一个专业的基因经营人 因为我投资这些股票 降息就会让这些股票暴涨 带来不成比例的回报 他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他拜托鲍尔赶快降息 不然他可能这个位置也坐不住了 不过他也承认他今年的失败了 他说他完全承认宏观环境跟一些股票选择 对我们最近的表现出现了挑战 不过尽管如此 他说我们对颠覆性的 创新性的投资的信念跟承诺 这没有动摇 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的innovation的投资就对了 那Casling Wood今年错失了这个挥达 他不是把挥达给清仓了吗 另外呢重压特斯拉 不过特斯拉最近是表现不错 可是特斯拉今年以来 大概才刚刚转正 转正个位数的帕数而已 可是其他的科技股都是大涨特涨 这个七巨头除掉特斯拉 平均涨幅超过50% 当然平均涨幅是被这个挥达拉起来了 挥达涨了这个150% 160% 就把其他几档拉起来 但是以平均涨幅50% 今年以来都报酬是相当惊人 那相对特斯拉只有涨了两三% 对不对 现前还跌得很惨了 要不是这11个交易涨了44%上来 特斯拉今年还是大跌的一个情况 所以大家也不要难过 如果你没赚到钱 你也不要难过 Casling Wood这个全世界知名的 这个厉害的投资人 都是今年滑铁如了 那我们赶快请教富兰克林投股的副总经理梁佩玲 佩玲你好 富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Casling Wood作为这么知名的一个ARKK的 方舟投资的CEO加上这个操盘人 他应该压力很大吧 对的确其实在这种 尤其股市涨了这么猛烈的状态之下 不要说这种他甚至是亏钱 只要是绩效稍微不如大盘的经理人 其实都会面临到投资人很大的一个询问 那这当中 当然其实我觉得今年的盘比较特别的是 他涨得很凶 但是他主要都是集中在 还是这种大型的全职股为主 那其实刚刚木华哥提到了 他投资那种比较偏创新成长 其实隐含着就是可能很多公司是没有获利的 那这当中我去看了一下 如果就美股今年来 几大指数来看的话 最好的当然是费城半导体 涨了42个percent 那这当中当然也连带的 为什么台股今年来其实涨了 这还没有包含今天 涨了30 快36个percent 那如果加上今天的话就更多 那这当中其实都明显的领先 就是S&P500指数 大概涨了19个percent 可是罗素2000小型股指数呢 今年来涨不到2个percent 跟特斯拉是一样 对对对 那特斯拉其实最近是有转强的 那但是罗素2000指数 其实背后隐含着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公司是没有赚钱的 那再加上现在的高利率环境 其实对这些公司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那当然我觉得这当中呢 这当中未来在下半年到明年 是不是会出现一些转折 我觉得这的确是有机会 因为的确如果你就各个评价面的水准 目前很多的中小型股的确是被低估的 但因为目前其实在整个高利率环境之下 再加上其实大家再来要关注的就是美国的经济呢 虽然大家对于美国经济降温带来的 期待的是联准会的降息 但是还是要去留意这个降温的一个速度 尤其是在就业市场跟消费动能的部分 这部分可能还是会对不同的产业 甚至不同的公司 带来一些些许不同的一个差异 这部分就会对股价造成一些影响 所以就简单来说的话 目前美国股市我想这一波从7月以来 真的是强强过农 那真的是就是一直持续创新高 已经是第37度S&P500指数创新高 今年来看的话 那短线上当然其实这两天反映的 就是联准会主席鲍尔 持续释出了鸽派的讯号 那因为相较于之前他只是提到说 可能他们已经关注到说 康通膨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然后另外一个接下来提到说 他们观察到目前美国的一个经济 有一些降温的状况 那甚至其实这两天在国会的听证演说 他是特别提到说 他们也开始担心说 是不是太降息太少或者是太慢 有可能会去危及经济 那这部分其实就让市场注入了 很大的强心增 所以以目前非方watch的一个利率期货 就反映了今年应该下半年 是降息两次 那就是9月跟12月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但我们认为随着美国股市短线上 在这样子的反映 这样子的一个降息预期的激情之后 当然其实以S&P500指数 目前已经占上了5600点 其实已经很多券商 我看到有一些券商 甚至已经放弃了去预估指数 因为预估没有意义啊 对对对 就一直落后要去被迫上调 那只是被打脸而已 我干嘛去预估啊 管他 你看台湾现在证券投股 也没有一家在预估台股年底的指数了 好像是以前都会喊什么 两万几 两万几 大跌下来都被打脸 大涨上去 你又错了 也被打脸 所以这边 干脆 对对 现在干脆大家都不要预估了 对 所以的确如果现在就指数来看的话 的确是 如果就三大指数 其实真的技术面都已经有一点过热了 都14天RSI指标是来到80附近 那这部分的确是有一点过热 不过这两天 我觉得还是就是看美国的CPI通膨报告 那目前看起来 应该都还是会呈现一个 就是如鲍尔所说的是 通膨降温 那当然这个礼拜五开始 就进入到金融股的财报 到了七月底 就会是一个超级财报周 尤其是科技股会陆续的登场 我觉得这部分随着美股一直攻高之后 当然还是会要看 就是真的基本面是不是能够跟上 甚至是比原本预期的更好 那如果因为预期已经垫高了状态之下 我们觉得进入到财报周 可能股价的波动 还是会变得比较大一些 好的 确实这个预估 没有意义了 现在这种盘式没有人可以预估的 没有人有这个水晶球 可以看出后面要涨 要跌 会涨多少 或者跌多少 预估风险太高了 反正呢 大家都点点就对了 那另外一方面 刚刚谈到了 就是说Caslin 不是有买台积电吗 我跟各位讲 他台积电买很少 他台积电就卖几百万美金而已 你都可以买几百万美金了 对不对 所以他只是问导游啦 那对他那么大的一个基金规模来讲 一点帮助都没有 那最主要就是刚 呃 佩玲所讲的嘛 如果真的降息了 这些中小型股票会不会趁势而起吗 就是说今年以来 甚至去年 美国的中小型股票是完完全全跑出大盘 跟跑出这些中大型股票 尤其是这些科技巨头股 会不会就此翻转 现在目前市场可能也很多人在关注这一点吧 因为中小型股票确实有他一定的价值 只不过就是因为利率高档的情况下 很不利于这些中小型公司的筹资也好 或者说他们的发展也好 那利率高档呢 其实对这些大型公司来讲 就影响就没那么大了 尤其这些科技巨头来讲 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利率不公平的环境 那至于说鲍尔要不要降息 现在目前看起来应该是降定了吧 对不对 因为他这两天的谈话 他这两天的谈话已经 他已经没有 他已经是司马昭之新闻接吃了吧 他说什么 他说连准会无需等到2% 利率到2%下方才要降 他说等太久 通膨可能会降得太低 他说降息太晚太少都会伤害经济 他已经不提那个潜台词了 就是说呢 这样这个他前一天在那个参议院谈话的时候 比这个众议院还保守一点 众议院已经是完全敞开讲了嘛 他说经济 他说连准会不希望看到这个经济的 这个被压抑受到伤害的问题 他说呢 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 连准会不希望看到 未来有可能因为利率一直维持在高档 经济受到伤害 这已经很明白了 对不对 就是告诉大家 白话文 我就是要降了 所以现在目前市场预期要 这个9月要降息的机率已经高达75%到接近80%了 看起来是铁定降 好那铁定降下去 后面整个宏观环境上面 包括股债市会发生什么变化 或者说呢 在降息前 现在目前7月7月11号 到降息 还有这个两个月时间 会这段时间会发生什么变化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上 继续来请教梁佩玲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6月营收 有63家上罪公司创下历史新高 不是创单月 这个同月新高 而是创历史新高 那至于说哪63家 今天这63家 有一些个股 都表现得相当不错 凡营收的数据 这等一下我们再跟听众朋友报告 那当然我们刚上一段的焦点 就是鲍尔这个国会的两次听证 那已经是昭然落阶了 就是降息的明确态度 那当然就是因为 最近美国的就业市场 很明显的在转落 也给鲍尔这样子有底气了 因为讲实在鲍尔心中是想降 但是他必须还是要有这个正当性 不然他作为联组会主席 会被质疑的 那正当性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最近ICN的服务业指数 你可以看到非农业就业指数 你可以看到 美洲的首生 这个世界究竟基金的人数 你可以看到这个JUPS JLTS 这个植物空缺数 你可以看到这一些零零种种的 有关就业的小非农 非农 其实最近毫无一致性的 都已经连续呈现 两到三个月的持续往下掉 这已经形成一个趋势性了 所以他当然就可以讲说 最近看到劳动力市场 已经很明显的在减弱了 这个是他很明正言顺的 就是要来做降息的理由 当然今天晚上最重要的是CPI CPI以及明天的PPI 今天晚上八点半 我提醒大家CPI要公布 那这个会是联准会 九月要不要降息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数据 然后当然连接到八月的CPI 也是非常关键 好我们这边继续来请教 富然克林的副总经理梁佩玲 那佩玲你是觉得 今天晚上CPI会如何呢 会不会再给鲍尔猜一次 我觉得鲍尔敢在国会讲那么 讲这个那么坚定 他肯定已经看到CPI的数据了 我个人猜是这样 我猜是这样 不要讲说我是小人 基本上我猜他应该早就知道 CPI是多少了 对的确如果是今天晚上 要公布的CPI来看的话 目前就是年增率会从 3.3个percent降到3.1个percent 但核心的部分 目前预估是会持平在3.4个percent 所以如果说在整个年增率 不论是整体的CPI 或者是核心的通膨 如果能够再比市场预期 再低一些的话 我想为市场 其实就等于为联准会 九月份降息是铺路的啦 那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下 因为其实过去 我们就跟大家提到过 其实以美国的通膨节奏来看的话 的确是第二季的通膨 是会相对比较温吞一点 但是到了 这个佩玲的线 是不是有点问题 没关系 这个CPI的部分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最新的预估了 那这个六月的CPI 会从五月的3.3降到3.1 那月比增幅呢 是0.1 那至于核心CPI 维持在五月的3.4 月比增幅是0.2 这是市场目前的预估啦 那到底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预估情况 我们今天晚上八点半就知道 那不过呢 现在目前我们看到 美国投行啊 已经给出啊 这CPI的推背图 什么叫推背图 到底今天晚上的CPI啊 出现什么样的数字 然后呢 股市会怎么表现 他们已经有一个预估了 比如说呢 投行认为几率35% 那这个CPI的月比增幅呢 会是0.15到0.2%的增幅 0.15%到2% 那这样子呢 标准普洱五百指数 应该是会小涨0.5%到1% 至于说呢 30%的几率呢 是0.2到0.25的增幅 那这样的情况 如果出现的话 标准普洱五百指数会下跌 0.25到0.75% 那只有15% 非常些微的几率啊 是月比增幅呢 是达到0.25%到0.3%了 那这个标准普洱五百指数 有可能会下跌了 0.75%到1.25% 这个当然投行的预估啊 我觉得意义不大了 最主要也是给这个投资人啊 先期在这些数据 还没有公布之前啊 看个过瘾吧 对不对 我不估 我就不是投行了 所以呢 我就是要估出来 但问题是 真的到底情况是怎么样 然后股市会怎么变动 这其实有很大变数了 好 那我们继续来请教梁佩玲 佩玲在线吗 在线不好意思 刚刚电话突然断掉 是 我刚刚有听到穆华哥提到 就是摩根打通的那个 对啊 交易操作的策略 他们最喜欢 每次都预估这个东西啊 不过 我们还是因为 你该断线了嘛 所以我讲一下 其实我觉得意义不大 但是因为你断线了 所以我就必须要讲一下 没有 对的确其实我 因为他每一次在CPI 跟目前都会做 这样的策略 对啊他每次都会做 我观察过几个月 其实真的对一般投资人来说 影响或是就参考参考啦 其实他对跟盘式的准确度 我觉得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那你觉得数字会是什么呀 你自己个人觉得 目前我觉得如果就像月增率来看的话 我觉得是有可能就是是 大概就是在0.1到0.2个percent附近啦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 其实算是符合预期 所以我觉得如果就美股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几天就是 整个Bauer的一个 比较鸽派的谈话 其实对股市的激励效果 是远大于对债券的影响 那殖利率的下滑幅度 其实是相对有限的 那所以我觉得 如果以股市已经很提前去 Price in在联准会 未来要降息的话 真的就是接下来 是要用基本面来决定 整个股市接下来 是不是能够再持续的 维持这么猛烈的一个上涨 所以这部分我 这部分我是呈现一个高档 我还是会抱持比较 建议投资人是要 适度有一些居高思维的风险意识 不是说美股会出现 利己性的一个下沙 但我们觉得 毕竟这一波的涨是真的 走得有点太快 那我觉得在市场已经 如果利多都已经反应 那接下来的基本面 如果稍稍有一点不如预期的话 可能还是会留意 有一些股价的一个 技术面修正的一个可能性 好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如果说确定9月降息的话 你觉得这未来两个月股债会怎么表现 以及降息后一个月 因为降息完之后 大概一两个月就要选举了嘛 对不对 11月5号 那降息完到选前呢 股债是会怎么表现 你们有没有一些评判出来的 有 如果说其实就我们对第三季看法来看 其实就过去在股市波动度比较高 通常是7月份股市表现还OK 就还算是一个股市比较容易上涨的一个月份 但是进入到8月份 交投会变得比较清淡一些 因为很多的法人会去放暑假 那8月中下旬就是要留意 Jackson Ho会议嘛 那不过因为这一次如果联准会 我觉得从Jackson Ho会议会再更进一步 确定到底联准会9月会不会降息 所以8月份我觉得应该是在一个高档震荡的横盘 整理盘 甚至有机会就是中下旬开始去反映 可能有一些返效需求 那因为像最近大家已经开始期待 今年的苹果iPhone16 可能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销售成长 可能会有将近一亿台的一个销售量 那这部分可能在整个8月中下旬 就是返效需求 甚至在苹果的新品发表会 会开始慢慢的发酵 但如果真的9月降息之后呢 我觉得9月降息之后到选举前 就会对美股来说 是一个相对具备有挑战的一个时刻点 那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还在 就是目前虽然已经开始price in 说川普胜选的几率会很高 相对比较高 但其实这部分其实真的要 越接近选举双方面的一个 可能剑拔弩张的一个气势 又会相对比较强 那市场最怕的这种不确定性 因为尤其今年大家其实很多投资人 其实是获利满满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投资人 倾向先获利了结退场观望 所以这部分就是建议投资人 可能7、8月份 7月份应该在财报公布期间 应该还算是一个 股市还算是一个比较乐观的环境 但是8月份就是一个高档震荡整理 但进入到9月之后呢 可能越接近选举 9月跟10月我们就建议投资人 是比较采取一个可能逢高 做一些获利调节 那这部分可以转往在一些比较防御型的 或者是低基期的一个市场 那这样子的话比较可以避开 或者是分散你整体投资组合的一个修正 那等如果有拉回的话呢 可以再做一个逢低买进的一个动作 那中长天期的美债 美债的ETF基金会如何表现 你觉得呢 你可以看到最近其实10年提供债值利率 大概是降到了4.28% 附近就有点降不太下去 其实债券市场最近有点在反应 就是川普如果胜选的话 他会采取比较减税 对于美国的财政负担是更大的 那这部分就会降低了 就是未来值利率要再大幅下探的空间 那只是说如果你在债券布局上 因为如果是未来利率要往下走的话 当然比较偏长存续期间的债券 他还是有潜在的比较大的资本利得空间 是可以期待的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之前去算 我们去算了一下 就是如果这一次是在没有衰退之下的 联准会降息的一个环境的话 其实相对于就是跟景气联动性比较高的 可能有一些非投资等级债 或者是甚至有一些新市场 当地货币债的表现 其实也会相当的不错 所以也建议投资人 当然你的焦点可能不是只有美国或美元资产 你也可以留意在其他的一个地区 像股市来看的话 我们就特别看好 其实日本股市或者是像是印度股市 我们觉得是如果大家担心 美国选举波动不确定性的话 这两个市场或许是在可以避开 就是美国选举纷扰 另外两个可以留意的强势标的 那债券市场的部分也是可以留意 未来联准会降息环境之下 除了有一些投资级债 高评级债的一个复合债机会之外 也是有利于像是非投资等级债 或者是像新市场当地债的表现 好 所以在这个投资上面 大家自行拿捏了 刚刚佩玲也讲了蛮多的一个投资方向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梁佩玲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佩玲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在贵买的部分 外资是卖超11.47 那投信是买超了5亿 那自营商贵买小卖0.02亿 避险部位买超4.39亿 三大法人贵买合计卖超2亿多 集中交易产只有买10亿 不过贵买今天也是上涨 涨了0.5% 贵买值持续的拉出第二根了红棒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请休息一下